廉署調查以0至10分 評估市民對貪污的容忍度 發現平均分是0.7分 是01年首次調查以來 錄得最低的容忍水平 廉署委託獨立調查機構 在去年10月至11月 加訪1,500多人 市民最關注建造和工程界的貪污情況 有近兩成人 而關注政府紀律部隊的有一成三 其次就是金融界和地產界 過半數人認為 廉署應加強反貪宣傳 特別向學生加強教育 日有月一成人指 應向政府部門、公務員和議員加強教育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鎮宴報導